各位学员,大家好,欢迎大家观看安全工具系列课程 那么本章节咱们主要讲解一下APPScan这种工具 那么本节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章节主要讲解的内容 APPScan工具介绍及其它的用途 那么在第二节课我们将会安装一下这款工具以及它的一些相关应用 那么第三节课我们需要来实力演示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是要使用这款工具来进行一次漏洞扫描 那么在第二节课我们将会对它的扫描结果进行一个分析 我们看一下APPScan的适用学习对象 这款工具适合性质安全技术初学者 它非常方便掌握以及适合快速上手 那么我们建议的学习方法 尽可能多的尝试使用不同的单向工具进行扫描 因为它有一些快速扫描 那么我们尽可能的使用它的一些单向功能 比如指扫描端口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相关信息 对扫描结果的每一项都仔细查询的相关技术内容 那么这个章节我们大概是讲解了这些内容 那么在下节课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款工具是什么 本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